大家好,我是小周老师 今天的课程内容是语音控制颜色追踪 这节课我们将会通过与Rosemaster上面的语音识别谋坏交互 来实现语音开启或者是关闭Rosemaster追踪红绿蓝黄颜色的功能 手柄上面的22按键可以随时取消开启该功能 那么首先我们远程登录上Rosemaster机器人 然后打开终端 在这里面启动我们本次的launch文件和程序代码 再开一个终端 启动这个程序 启动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唤醒词来唤醒云识别模块 然后再通过这个口令来让它追踪不同的颜色 如果我们想要取消追踪的话也可以去让它取消颜色的追踪 你好小亚 开始追踪绿色 开始追踪绿色 好了 开始追踪绿色 因为是像头对光线很敏感 所以有时候颜色识别会不准确 这个时候就需要重新对红绿蓝黄进行标定颜色 可以在终端输入这样的一句 然后在动态动态参数调试界面调试颜色的 HSV的最小值和SHV的最大值 在调试完之后呢 就记录一下调试好的这个值 把它修改到程序中 修改到这里面 这里面对应的就是四个颜色 这里是红色的HSV最小值 这里是红色的HSV最大值 这里是绿色蓝色黄色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核心代码的解析 那么这里就是我们本次的核心代码的部分了 那么因为这里的排版呢是有点乱 我们可以直接去打开这个程序 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的 可以找到这个Yabon Car Voice Control 里面Scribe的文件夹下 找到这个程序代码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的Process和Execute 这两个函数呢 就是我们本次程序的一个主要的内容部分了 首先它这里呢 是会对这个语音识别的结果 把它复制给Command Result 那么这里语音识别的内容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功能通讯表 它的功能词一共是识别这些的功能词 语音识别的结果是72到76 然后再对这个语音识别的结果 进行一个判断 如果语音识别的结果等于73 那么说明现在呢 的判断呢 就是追踪红色 那么这里就会把这个追踪红色 在中端打印出来 再定义这个HSV range的值是这个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红色的HSV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我们再通过这个动态参数调试工具 调试到我们需要的红色之后呢 可以把这个值呢 修改到这里 下次启动的话 就是直接去追踪这个范围的颜色了 那么下面也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是74的话 那么就是追踪绿色 这里对呢 就是绿色的HSV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下面这些也是一样的 然后这里会把这个HSV range的这个值呢 给它传入到这里面 把它复制给这个parents 然后把它传入到这里面 再对这个CF mode 如果等于这个的话 就会进入这下面的那种进行处理 前面每一个识别到的这个结果 这个72 73 74 75 72 这里面都会把这个self mode 给它复制给这个字符串 那么这里面的处理的内容呢 它会对这个self circle和self point pose 这两个执行判断 最后呢 进入这个execute 这个函数里面 去把这个速度的这个指令 给它打包发布出去 那么这里面self circle和self point pose 这里面判断它的值之后呢 它会去执行对应的线程 执行完对应的线程 最后呢 抬到这个execute这个函数里面 去发布这个速度指令 从而完成控制这个小车 完成这个颜色追踪的一个运动过程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本次课程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观看